哈喽大家好 小个子、梨形身材又有小肚子 如何靠穿搭技巧就可以遮掩我们的小肚子 同时修饰体型 我结合了我这几年的穿搭经验 也总结了五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不管是小个子还是高个子的梨形身材的人 其实很忌讳短上衣 加上紧身的裙装或者是紧身的裤装 这样你的小肚子还有胯宽 以及我们同一大的问题就会一览无余 哪怕是你的腿很长 这样的穿搭也会让我们这些地方成为焦点 让视线聚集在你认为不够完美的部位 从而忽略了梨形身材细腰的最大的优点 我个人认为腰细胯宽图为大并不是缺点 反而是优点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吸腰带的上衣 或者是腰部有一些小设计感的 比如我这件衬衫 我会用腰带来打造腰线 或者用一个胸针来在前面做一个褶皱 那腰部有了褶皱之后呢 它的下腿就有一些往外扩 就能够很好地遮掩我们的小肚子 无论你是小个子还是高个子 只要你是梨形身材 就非常适合裙装 不管是连衣裙还是半裙 那裙子的腰呢 不要卡在我们最宽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跨的这个位置 这样呢 我们的小肚子就非常的明显 那身材比例也不好 一定要注意腰线要在我们最细的位置 这样可以突出我们的腰身 来弱化我们的小肚子 这样呢 不仅可以延长我们的下半身 让我们的下半身看起来修长 同时呢整体的身材比例也会更好看 不管是连衣裙还是半裙 要选择有垂直感的A字型的这种裙子 这种是最不容易出错的 小个子呢要特别注意 A字裙的这个裙摆不易过大 因为过大呢 它会有横向扩张的这么一个效果 举一反三 裤装的选择呢 最好是选择直筒裤或者是阔腿裤 在这个腰腹部位呢 要有一些空间 这个空间呢 它能够包裹和隐藏我们的小肚子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要打造腰线 就是在腰部呢 系上皮带 在提升腰线的同时呢 还能够掩藏我们小肚子的问题 不想让大家注意到我们的小肚子 我们可以用一些吸筋的单品 例如你穿一个小圆领 或者是高领衫 我们可以通过耳环 或者是项链 或者是一条丝巾 来做一个微型领的这么一个设计 让视线自然而然的聚集在你最亮眼的地方 从而呢 忽略我们的小肚子 我们也可以采用上前下身的穿搭方式 让我们的上半身更加的亮眼 把注意力就聚焦在我们的上半身 建议小个子的你呢 穿上高跟鞋 把腿部做一个延长 让身高有所提升 这样呢 你的比例会更加的好看 对于有小肚子的人来讲呢 以下几个款式 我们要尽量的回避 千万不要选 有弹力的这种紧身连身裙和半身裙 因为它贴在身上 包裹着你的身材 就让你的小肚子和这个胯部和同围 这个身上的缺点都通通的暴露出来 如果你对你的身材不够自信 感觉自己身材不够好 那么就千万不要碰这个雷区 还有两款裙装呢 有小肚子的人 单穿也需要注意 就是比较流行的 有光泽感的这种裙子 比如断面的或者是醋酸面料的 都特别的显肚子 我们可以选择雅光的 雅光对光的反射比较少 它的光暗面就不是很特别 那问题也不会有那种突出 另外呢 就是有很多褶皱的这种摆着裙 它的褶皱从上往下就贯穿下来的 也是会特别的显肚子 那并不是这两款裙子 我们不能穿 我们可以作为内搭 套风衣啊或者是大衣 就是外套把我们的轮廓给包裹起来 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可以去穿的 那裙装呢 我们也要避免那种弹力的紧身裤 而且要是卡在这个胯上的 也会把我们的胯部和臀部这个部位呢 它的缺点放大 高腰的紧身细裤 它从侧面也可以看到你的肚子和大腿的轮廓 缺陷也会暴露无影 其实我们平时穿衣呢 不是说纯粹的一刀切 这个不能穿或者那个不能穿 只要我们懂得一些穿衣技巧 就可以弥补我们的缺点 那像我们小个子 离习身材 有小肚子的人呢 我们也要多发挥和放大自己的优势 你会发现你比你想象的更有魅力 那发现自己的美 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